我没得手 这一世 我一定要活着你 不要 钟离讯他千百度 终是大梦一场 静 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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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纹 好 那的 这一年 失败了 找我 你 去你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三百年来 我创立闻香信 隐匿在这人灵共存的世界 只为寻得一人 收取奇象 祝我重见香灵一派 过来 皇三 过来 婚娘 这是刚结算完的上一单香气 但是咱们店内的存银实在是不多了 还需慢慢筹划着划 可不能再乱买东西了啊 太好了 我上次看中的银簪子还没买呢 婚娘 你还有好多欠款要还 像什么 绸缎店的 银饰店的 酒庄的 废醉店的 插楼 欠着的钱 就先欠着吧 婚娘 咱们最近这儿来了个大商户 说要把咱们这一整条街都要盘下来 您这时候要再有欠款 闻香谢就怕要换老板了 我闻香谢那还轮不到外人嚣张 欠下的钱 等有钱了再换 你现在就有钱啊 婚娘 亮了 亮了亮了 说清楚 我照婚娘的吩咐 子养那玉玉儿 就在刚刚 那玉玉儿亮了 找到了 不枉我每日供养着她 担惊竭律地伺候她 当然了 主要还是婚娘的灵力起了效应 找到了 还没有 可爱 不得了 只想找死 是 不是 不是 有 有 啊 有 姑娘 姑娘们快点 招呼招呼啊 快点 快点 娘快点 来了 这不是方大少爷吗 快看 快看 方家少爷 大少爷 大少爷 这是贤清德的资料 我之前几次谈判都未成功 看来 还得您亲自处罢了 我这次是在里头 招呼展安 姑娘们别跳了别跳了 快进去 别看了 让你们进去就进去 快快快 方大少爷 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呀 看来掌柜的已经知道方某此番前来的目的了 我说你这个人别硬闯呀 大少爷 大少爷 您来一下 大少爷 其实这 哎呀 他本该不该外传的 可现在又不得不说 那二楼廊桥后面的房间 他闹鬼呀 你让我把闹鬼的房间卖给方府 我可担不起呀 方某从小对鬼怪之事颇感兴趣 老周 等我一下 是 哎大少爷 大少爷 二楼 哪里 何人在此 若你真是妖魔古怪 都要留此处 所为何事 若你是那掌柜叫来装神弄鬼的 我劝你趁早放弃 今日 我是一定要拿到地气的 站住别跑 是他 我终于找到你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么久了还是没掌尽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偏偏是只猫 你怕猫 谁怕它 在下谢过姑娘救命之恩 你把它放下来 你 确定要我放下吗 等会儿 我们先这样说话 你 身份年龄住哪儿 报上来 本人方府长子 方莫适应 年二十有意 家住上殿街方府 敢问姑娘姓名 家住何方 方莫日后好登门道谢 好 来日方长 姑娘 有意思 你也挺可怜的 被恶灵附身 你快回家吧 我还有正式要搬 大少爷 大少爷 第七 第七您先拿着 那官银的事您就当不知道 既然是收购 那该出的钱 我一分也不会少 至于这官银 从哪儿来的 我会送哪儿去 大少爷 您怕是不知道 您得罪了什么人吧 你 婉娘 都这么多年了 你怎么还害怕猫啊 你再说一次 好 其实我们不必主动出手 他们迟早 会亲自送上门来的 对对对 姓甚名谁 年龄家庭住址 我们都已经了解清楚了 并且方府此番前来 目的明确 势必要盘下 我们修善方的所有商铺 闻香谢自然也在齐恋 所以啊 他早晚都要来走一遭 方家少爷来了 来得还真快 会会他去 方家到底有几个少爷 应该就一个吧 该不会这情报有误吧 不能吧 不是 都没见过我们方家二少爷是吗 二少爷 无妨 本少爷今天来啊 就是要来盘下你们闻香谢的 一切都好商量 开个价吧 不卖 不 明白 又是那一套 讨价还价的流程 我都谈烦了 不过 看在闻香谢是最后一家的份上 一切都好说 一口价 六百两 怎么样 掌柜的 我溜你个头啊 六百里 说得出口 走 别让人叫我出去 好生热闹啊 世界果然没有骗我 这就是传说中的闻香谢 换方木来 宝哥免谈 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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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又, 你怎么打了啊 二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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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少爷,您没事吧 此地虽好 就是这人不大正常 奶奶 奶奶 二少爷 那个温香仙又颇有烂 还把我打成了这样 奶奶 孙儿 我放假什么时候 被别人这么欺负过了 孙儿啊 你这是怎么了 娘 娘 是那个温香仙 它气人太甚 奶奶 贤清阁和永祥布庄的地契 孟儿给您带回来了 玉仁 你真是被马风折了 哥 你还笑话我 这会儿我不干了 人儿 说什么傻话呢 那温香仙本就难搞 盘不下就盘不下吧 你可是方家的子孙 怎么能因为一家店 就撂挑子不干了 玉仁 明日 明日我陪你去温香仙 一定帮你拿到地契 好不好 真的吗 哥 但是 温香仙那个臭掌柜的 点名只要你去 既然温香仙的掌柜 点名要你哥去 你就别跟着凑热闹了 娘 我可是方家的子孙 怎么能因为一家店铺 就撂挑子不干呢 满大街 就温香仙一家店吗 你不会去谈别的吗 玉仁 娘放心 这温香仙肉谈成了 一样还是算与人的 看到你们兄弟这么和睦 奶奶就放心了 莫儿 那就辛苦你了 你肯定不认用 想起来 有那么狠 想起来 硬是 欠弱的 这 你可能可能就是 你终于 你是不是 我 我 我 香啊 香啊 我想要这个 我想再挑挑 是吗 那我们再看看吧 好啊 这琉璃展做工极为考究 店铺如此花灵 见门可罗旭 成贵的术师不闪经营啊 我等你很久了 你是 总是那位怕猫的姑娘 我不怕猫 是方某事业 还要感谢昨日姑娘出手相助 敢问姑娘 可是闻香榭掌柜的 还算聪明 家中有地 但是 闻香榭那个臭掌柜的 点名指也要你去 莫非 姑娘故意饮方某来此 不知姑娘异欲何为啊 你猜猜 既然姑娘对方某有救命之恩 那这闻香榭收购的价格 我们可以协商 姑娘出嫁便是 你可能对我有些误会 你可能对我有些误会 不太一样啊 不太一样啊 不一样 不一样 这张脸 越发让人生艳了 婉娘 她醒了 婉娘 冷静 冷静 我来 我问你 我问你 你可否有婚配啊 这是何意 我问你什么 你就说什么 你哪来那么多 我 哪来那么多问题啊 你竟云 我们再来一遍 你可有婚配啊 你到底想说什么 叔叔 你可 你到底有没有喜欢的女子 哦 这 有还是没有 说 说啊你 方某作为方家长子 从小就被教育了 一切要以家族为重 如今 方家刚刚来到此地 祖母年迈 弟弟心思单纯 方某实在无心 考虑婚嫁之事 即使姑娘将我绑于此处 也恕难从命 你说什么 婉娘 冷静 好不容易找到的 冷静 冷静啊 姑娘 你想要什么不妨指引 我想要什么你都能给吗 我每次带着希望找到你 然后失望 找到 再失望 我今儿才第二次与姑娘相见 何来多次见面一说 这一世的你话最多 王娘 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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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最缺的就是耐心 你们知道我找了她多久吗 你们知道我找了她多久吗 不是几天 不是几月 而是三百年 那一世 那一世 落日黄昏 铁马红袍 我才刚找到身为将军的她 一只冷箭 就结束我她的心了 她们 还有那时 她为秦始 听见父亲 谁想我刚要蛋黄 她就心急突发 没了气息 小子 这个是有网吗 确定是他吗 他考上了状元 就在授贤之时突发心急 你们说 他是不是故意的 你们告诉我 我还要耐心多久 腕娘 现在人已经找到了 一定会有办法的 对啊 量他这一次也跑不了了 那就先绑着吧 正好杀杀他方家大少爷的锐气 你们把人给我看好了 是 是 是 腕娘你去哪儿啊 去尝尝当即的桃花酿 这 腕娘岂不是又要设账了 算了 这 客官 你要不要来一碗面啊 哦 附近有灵雾 又是闻香血 这个地方果然不懂寻找 都这么晚了 我娘怎么还没回来呀 你说她老这么绑着 不会出点什么问题吧 问题不大 问题不大 黄连露水 不行 万一真出点什么问题 这我娘回来肯定要生气的呀 我还是去看一看吧 多 多 嘘 此地不宜久留 我先带你离开 好 多谢兄台出手相救 哎 举手之劳罢了 禀人方默 敢问兄台师从何处 方某日后好得们道谢 不必多谢 在下拦则 成兄除恶是我们术士的责任 没想到兄台瘦瘦弱弱的 竟然是个术士 那你落脚何处 我出到此地 还未寻到落脚之处 这样 若不嫌弃 可以暂住我府上 这 不必客气 多谢兄台 我说 我好不容易把你拉扯他 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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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去了闻香蟹呀 你呀 我这不是回来了吗 您就放心吧 我这不是回来了吗 您就放心吧 我这不是回来了吗 您就放心吧 我这不是回来了 末儿有奶奶 鸿腹齐天护着 才不会有事 即使仙卿歌有恶灵 这地气 被你拿回来了吗 奶奶 这天色已晚 我扶您回屋休息吧 孙儿明早点您 买您最爱吃的红豆糕 好 时候不早了 您也早点休息 遵命 奶奶 你听奶奶的话 早点休息 怎么了 晚娘 怎么回事 人呢 我不知道 晚娘你别着急 风风她肯定跑不了 你们就与日月同辉吧 外娘 别走啊 外娘 老夫人 老夫人 大少爷 大少爷 老夫人他 老夫人他怎么了 大少爷 从脉象上看 老夫人 并无异样啊 那 那为什么昏迷不醒呢 永疑 小人 小人实在不知啊 哥 怎么办啊 大少爷 让我来看看吧 怎么是你 让让让 我说你这人怎么回事啊 让你来是看病人的 不是让你来看房子的 女人 上午早 好 昨夜这里有鞋碎之气 老夫人这是中了鞋 鞋碎所经之处 会留下特殊的痕迹 那 那 那你赶快 赶快做法驱鞋啊 鞋碎已经走了 我现在做法也是无济于事 那 我这里有虚名仙丹一枚 不过它只能脱鞋使日 无法根治 可还有其他办法 有一味香 可以救老夫人的命 香 这是什么香啊 赴云香 我曾听师父说过 赴云香可以使人起死回生 据我所知 只有一个人能调制 谁 本人方墨 求见闻香谢婉娘 你还敢回来 昨夜 方墨家中有急事 未来的急向婉娘告别 施数唐突 还请婉娘见谅 这些都是赔礼 事出反常必有妖 好 说吧 你想干吗 我要抚云香 哦 救谁 救我奶奶 方老夫人 我这里有黄金万两 如果婉娘觉得还是不够 开个数便是 既然你敢来 就知道这抚云香 只有我闻香蟹才有 也只有我婉娘可治 上百种花草 三十六道工序 七十二次淬炼 如此珍贵的东西 岂能说给就给 那要如何 婉娘才能给呢 我闻香谢的镇殿之宝 从不给外人 那敢问婉娘 方某 如何才能成为婉娘的 内人 天堂有路你不走 地狱无门你偏要闯 是不是地狱 要闯一闯才知道 好 我要你一身相许 爱轮回流转成遗憾 偏又留恋着初见 天 在回忆里 在回忆里 照成圈 天 何曾随过我远 天 平处于世的一天 天 对抗 无边 无腻的黑暗 被豈有 Friends 多少次在梦中留恋 无缓 醒来又消失不见 是你我 才会欣赶情愿 坠落在 没有你的深渊 在轮回里等你回眸一眼 足够提过岁月万年 心里爱你千千万万遍 为你放下所有也甘愿 在时光里回望出见那天 一瞬刻跌过岁月万年